这里有一袋桑子 是家人拆给我的 桑子真的很多 有成一斤 一次过吃不完 所以今天拿来做果酱 首先把桑子 把多余的叶和骚髒东西 然后用饮用水冲净 做这个果酱 我会用一只柠檬 把柠檬切开 然后榨出汁 我会用一点柠檬皮 用磨姜器 把柠檬皮 把柠檬皮 冲在汁上 柠檬皮要少少就可以了 这两样材料 先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锅 车身倒入 先找个穴子 加些冰糖 将冰糖 加入冰糖 再加柠檬汁 再加柠檬汁 因为桑子 已经正鲜炸 一般做法是把冰糖和桑纸铺好 放入冰箱隔一晚 但今天做不到 我想趁新鲜做好 冰糖和砂糖也可以 再加些砂糖 这边开着大火 让水慢慢收干 其实桑纸每个地方的味道都有些少少不同 糖的分量就要视乎 这个桑纸的酸味有多少 而且每个人的口味都有些些不同 我觉得最好就是煮的时候 试一下味道 不够甜 就加些糖 我喜欢果酱 甜之中带有少少酸味 所以都加了些柠檬 把果酱放进去 调用时间制 大概煮10分钟 煮这个果酱 不用加油 好了 这边煮了10分钟 那边煮了 让水开始干 这个时候 就把果肉捞起 捞起 捞起之后 就把果酱 就让水慢慢收干 煮这个果酱 盡量看着炉火 这些汁里有糖 所以比较容易黏底 也很容易焦 把果酱 把果酱 捞起之后 到现在煮了 大概有4分钟左右 那些汁呢 开始慢慢干了 那也都看到 开始稠 这样的样子 还不可以的 还要煮多一会儿 这些汁呢 越滚越高 如果煮的份量多 那麽小的煮好 也会滚舌 所以看火呢 很重要的 那呢 搅拌搅拌 就会看到底下 有些东西 黏着底 那我们将火 稍微收小一点 那现在 你刚才再热了一点 记得要收回 小火一点 煮到这样 很快就会焦的 那现在可以看到 剩下的汁呢 已经变得很稠了 那我们呢 把南起的果肉 倒回去 如果发现水太多呢 又可以把火 调回大 那一路开着 中大果 让汁呢 再收稠一点 收到像果酱的样子 如果不是用来做果酱 好像刚才煮了十多分钟 都可以拿起它 用个砖子装起 也可以拿出来冲水喝的 味道都不错 收到这样呢 就差不多了 把火收回小一点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关火 那样呢 那些果酱呢 摊凉了少少了 那我们准备一些瓶 然后呢 把它搓下去 再用这种羊呢 把这个羊灯使用的羊灯 在里面的空气 那种果酱呢 做好了 那我们用指 把这种羊灯 把心灯 还有一点火热的时候呢 把锅盖拧紧 然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将它反转放 这样放大概放三至七天 不用放冰箱 视乎天气 天气热一点 就放三天左右 天气冷一点 就放七天左右 时间到了 就把它放进冰箱 随时可以拿来吃 因为地方有限 家里也不会放多士露 所以就用煎盆 去烘一烘这些面包 这一瓶 是一个星期之前做的 桑子酱 当时做好之后 就把它反转放 现在它就放进冰箱 过了七天之后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 到现在为止 大概有十天左右 今天就用来擦面包 这一瓶 我就在外国带回来的一瓶南会酱 看起来的样子有点似 这一瓶的南会酱 它的甜度是40度 我自己做的这一瓶 大概都是30%左右 而且会加了些柠檬汁 会有点酸酸 我觉得挺好吃的 大家可以试试做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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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es 感谢观看